好 为您插播一条新消息 针对赖清德在总统大选胜出 马上中国国台办就已经跨海呛瞎说 这不能代表民进党是台湾的主流民意 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大事 对此台湾陆委会也在深夜的时候 发出了声明谴责 说中国政府频频戒选 结果适得其反 呼吁中国当局应该要尊重这一回 台湾大选的结果 还有台湾人民的民意 以上就是最新的消息